這是上游堆車下游政策 家裡的柿子又繼續找小偷 這是老家門口的柿子樹 我跟他們說我覺得家裡有柿子樹好棒喔 然後他們跟我說鄉下每個人家都有一棵柿子樹 一般來說柿子是10月秋天的時候吃的 但原來在7月就開始結果了 而且還很大一棵了 所以之前5月的時候回來其實就有一點點的小果子 大概這麼大顆 然後7月就變得很大顆了 但還是完全是綠色 早安今天也不早了啦 今天是11月18號 就是算是秋天的尾聲了 然後我們終於要來採柿子 聽說Hiroki小時候啊 這棵樹還非常小 現在就是已經長很大 這棵是梅子樹 我們今天夏天它是滿滿的綠葉跟梅子對不對 現在都葉子都掉光了 然後這棵也是那個梨子樹 有沒有看起來就完全不一樣 真的是四季更蝶的感覺 出發採柿子大隊 家的梅子現在已經蠻売了 現在已經蠻売了 可能蠻売了之後就直接吃到烏魚 所以我還沒想到 其實還沒残留 就是其實我們根本就不用去採柿子 家裡已經有超多柿子在這邊 不只是我們家的 跟你們說在鄉下這邊 大家種柿子都是吃不完的 都要送給別人這樣子 這就是我的台灣LV出門 現在要去跟婆婆逛市場 今天坐婆婆開個車去 現在忽然發現啊 我跟媽媽兩個人單獨出門是第一次耶 對嗎? 很美味 它這個一般的超市不一樣 這邊大多都是當地人自家栽培的野菜 或者是一些可能加工品會帶過來這邊賣 真的有焗地瓜 它這邊有在賣那個烤地瓜 難怪這麼像 很厚 我們入口就進來馬上 一進來就是柿子的賣場 而且這樣子一大包啊 一大包才500日幣 這一大桌柿子啊 它其實是來自一些就是不同的生產者 每個標籤上啊都會寫這個生產者的名字 瓶頸長 然後隔壁這個柿子呢是來自不同人 它是宮崎武先生 這邊都是很多當季的水果 因為真的是大家每個季節都知道說吃得種什麼水果 現在可能是盛產橘子吧 所以就家家戶戶都在種橘子 真的是什麼都可以買像一些竹子的一些手工品啊 拐杖啊 還有像這個很漂亮的蘆葦嗎 還有人賣泡咪香 跟下面一些乾果 然後這邊有賣雞蛋 這裡還有賣這個是芋頭 還有小芋頭 就比較多顆 它只有這樣子裝一桶的 一般都是這樣子盒裝的比較多嘛 很少看到這樣子一桶的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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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今天就要來正式跟婆婆來學做柿子乾 好 我對吃柿子的印象一般都是秋冬 然後原來做柿子乾是在冬天 像現在是12月底了嘛 真的是外面非常熱 真的是外面非常熱 這是什麼用的手袋嗎 這是牡蠣剝的 牡蠣剝的 那是牡蠣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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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一個繩子 我們要用來那個 掛柿子乾用的 他說這個很重要 沒有的話就做不了柿子乾 為什麼牡蠣剝在外面? 那是牡蠣剝的 是牡蠣剝的 很熱 這個是家裡柿子樹的柿子 就是比較圓圓扁扁的 跟我們常常在市場啊看到的很像 或是畫上面會有的 色柿 就是比較色的柿子的那個色 它的味道好像就沒那麼甜裡面 比較多那個苦味嗎? 然後形狀呢也是比較 長形的愛心的感覺 所以一般他們不會直接吃 會把它拿來做成柿子乾再吃 好厲害 Hiluki也會這樣子用刀子削水果皮 一定是跟他媽媽學的 我真的不會 我只會用那個削皮刀 對了最近加入頻道的新朋友可能不知道 其實我有一個也住在日本的親哥 他的工作呢是管理一間藥妝店的網路平台 會比收入要直送 沒錯人如其名 就是把日本當地藥妝店的藥品 保健品美妝保養零食直送到你家 幾乎什麼國家都送 最近還有新推出AI店長功能 想要找什麼商品 直接在官方LINE問AI店長就行啦 例如說 欸我想要胸部變大 欸不是還真的有 OK 點進去就可以直接到官網shopping啦 或者是我們來找一下台灣人最愛買的味藥 我能理解 誰叫台灣美食那麼多少也那麼好吃 哇他剛剛是不到兩秒就幫我找到欸 而且還不是太甜味散 欸我沒有diss太甜味神的意思啊 只是這一款高麗菜味藥啊 真的是我平常在日本喜歡買的 豆芝士 大家知道為什麼日式豬排飯都會配上高麗菜嗎 因為高麗菜裡面的酵素其實可以幫助消化喔 現在的日幣匯率啊真的是第一道不行 大家快手滑來逛一下我哥工作的藥妝店吧 現在就LINE好友加起來 加好友還有送折扣嘛唷 這個應該是媽媽幫我準備的 為什麼最初枝的周圍會撕著呢 吃的時候呢 啊 吃得容易 對 這個有點像蟲子 好像蟲子一樣 啊蟲子居住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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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嗎 看到一條小蟲 以後呢 薬也沒用到的 很可愛 很可愛 我開始生命的生命 鷲餅 我開始做了 這是嗎 無緣的鷲餅 應該要消毒性 這一個苦柿子啊 因為就是會帶色違 所以他們很少直接吃都會把它加工 不管是善乾啊 還是用燒酒去那個苦味之後再吃 我就很好奇 所以它到底是有多苦 它的那個蟲子 你剛吃下去啊 還是甜的 就是你剛碰到舌頭的那瞬間 結果吃下去 你真的會整個是澀的 很像吃那種很苦的藥 也不是很苦的藥 就是澀 就是很澀 它這個繩子啊 剛剛好就是兩條 然後編成一條 所以呢 它就可以這樣子 把中間那個洞打開 剛好把那個柿子的地 這樣子掛上去 好像是為了那個 乾柿子而生的這個繩子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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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這個真的是為了做乾柿子而製造的繩子 我還以為怎麼這麼剛剛好 太有趣了吧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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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看婆婆啊 就是很隨心的掛上柿子嘛 然後第二顆有個間隔 在掛第二個 第三顆呢 這個間隔有很大 然後再掛到第四顆 就我不太懂說為什麼要這樣 它也沒有就是多多解釋說 你等一下看 它現在這樣子一拿 我就瞬間懂了 因為它這樣子一掛起來之後 它這個長度 剛好每一個柿子可以在其他的兩顆柿子的中間的位置 就是不會撞到對方這樣子 它這個繩子真的我覺得設計得太天才了 可是很容易就可以放進去 真的很厲害 很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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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來了 隔壁的大叔 然後他拿了 一大顆白菜給媽媽 伯伯說 他之前是把它全部這樣浸泡下去 然後發現那個繩子會變軟 有時候掉的時候就會撐不住 所以他現在呢就會離開那個繩子的部分 現在有什麼地方嗎 這個… 啾酒 為什麼要用它們的地方? 因為是消毒 因為它們不能消毒 所以才能放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把繩子掛出去了 現在就要把繩子掛出去了 很簡單 很簡單 這個可以嗎? 剛剛已經用滾水泡過一次了 但是現在在加強 再用那個燒酒來做消毒 剛剛那個地斷掉的這兩顆 我們把它單獨 另外用一個網子逛起來 因為我們要做成的 不然是因為我沒有吃過 但是後來沒有吃過 肴肉也有大事的部分 非常美味的 牡蠣 吃看看 很美味 你好 你不斷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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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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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